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称信托者,为委托人将财产权移转或为其他处分,使受托人依信托本职,为受益人之利益或为特定之目的,管理或处分信托财产之关系。 第二条,信托,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应以契约或以主为之。 第三条,委托人与受益人非同益人者,委托人除信托行为另有保留外,于信托成立后不得变更受益人或终止其信托,亦不得处分受益人之权利。 第四条,以应登记或注册之财产权为信托者,非经信托登记,不得对抗第三人。 以有价证券为信托者,非依目的事业主管机关规定于证券上或其他表彰权利之文件上载名为信托财产,不得对抗第三人。 以股票或公司债券为信托者,非经通知发行公司,不得对抗该公司。 第五条,信托行为,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无效。 一,其目的违反强制或禁止规定者。 二,其目的违反公共秩序或善良风俗者。 三,以进行诉怨或诉讼为主要目的者。 四,以依法不得受让特定财产权之人为该财产权之受益人者。 第六条,信托行为有害与委托人之债权人权利者,债权人得生请法院撤销之。 前项撤销,不影响受益人以取得之利益。 但受益人取得之利益未借清长期或取得利益时明知或可得而知有害及债权者,不在此线。 信托成立后六个月内,委托人或其遗产受破产之宣告者,推定其行为有害及债权。 第七条,前条撤销权,自债权人之有撤销原因时起,一年间不行使而消灭。 自行为时起于十年者,一同。 第八条,信托关系不因委托人或受托人死亡,破产或丧失行为能力而消灭。 但信托行为另有定定者,不在此线。 委托人或受托人违法人时,因解善或撤销设立登记而消灭者,适用前项之规定。 第二章,信托财产。 第九条,受托人因信托行为取得知财产权为信托财产。 受托人因信托财产之管理,处分、灭失、毁损或其他室友取得知财产权,仍属信托财产。 第十条,受托人破产时,信托财产不属于其破产财团。 第十二条,对信托财产不得强制执行。 但基于信托财存在于该财产之权利,因处理信托事物所生之权利或其他法律另有规定者,不在此线。 违反前项规定者,委托人、受益人或受托人得于强制执行程序终结前,向执行法院对债权人提起异议之诉。 强制执行法第十八条第二项,第三项之规定,于前项情形,准用之。 第十三条,属于信托财产之债权与不属于该信托财产之债务不得互相抵消。 第十四条,信托财产为所有权以外之权利时,受托人虽取得该权利标的之财产权,其权利亦不因混同而消灭。 第十五条,信托财产之管理方法,得经委托人、受托人及受益人之同意变更。 第十六条,信托财产之管理方法因情势变更至不符合受益人之利益时,委托人、受益人或受托人得生请法院变更之。 前项规定,与法院所定之管理方法,准用之。 第三章,受益人。 第十七条,受益人因信托之成立而享有信托利益。 但信托行为另有定定者,从其所定。 受益人得抛弃其享有信托利益之权利。 第十八条,受托人违反信托本指处分信托财产时,受益人得生请法院撤销其处分。 受益人有数人者,得由其中一人为之。 前项撤销权之行使,以有阻列情形之一者为限,使得为之。 一、信托财产为以办理信托登记之应登记或注册之财产权者。 二、信托财产为以一目的事业主管机关规定于证券上或其他表彰权利之文件上载名其为信托财产之有价证券者。 三、信托财产为前二款以外之财产权而相对人及转得人明知或因重大过失不知受托人之处分违反信托本职者。 第十九条,前条撤销权,自受益人之有撤销原因时起,一年间不行使而消灭。 自处分时起于十年者,一同。 第二十条,民法第二百九十四条至第二百九十九条之规定,于受益权之让与准用之。 第四章,受托人。 第二十一条,未成年人,受监护或辅助宣告之人及破产人,不得为受托人。 第二十二条,受托人应依信托本职,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处理信托事物。 第二十三条,受托人因管理不当置信托财产发生损害或违反信托本职处分信托财产时,委托人,受益人或其他受托人得请求以金钱赔偿信托财产所受损害或回复原状,并得请求减免报酬。 第二十四条,受托人应将信托财产与其自有财产及其他信托财产分别管理。 信托财产为金钱者,得以分别记账方式为之。 前向不同信托之信托财产间,信托刑为定定得不必分别管理者,从其所定。 受托人违反第一项规定获得利益者,委托人或受益人得请求将其利益归于信托财产。 如因而致信托财产受损害者,受托人虽无过失,亦应付损害赔偿责任,但受托人证明纵为分别管理,而仍不免发生损害者,不在此限。 前向请求权,自委托人或受益人窒息之日起,二年间不行使而消灭。 自四时发生时起,与五年者,一同。 第二十五条,受托人应自己处理信托事物。 但信托行为另有定定或有不得已之事由者,得使第三人代为处理。 第二十六条,受托人依前条但书规定,使第三人代为处理信托事物者,仅就第三人之选任与监督其职务之执行负其责任。 前条但书情形,该第三人赋予受托人处理信托事物同意之责任。 第二十七条,受托人连连第二十五条规定,使第三人代为处理信托事物者,就该第三人之行为与就自己之行为负同意责任。 前向情形,该第三人应与受托人复联待责任。 第二十八条,同一信托之受托人有数人时,信托财产为其共同共有 前向情形,信托事物之处理除经常事物,保存行为或信托行为另有定定外,由全体受托人共同为之 受托人一死不一致时,应得受益人全体之同意 受益人一死不一致时,得生请法院裁定之 受托人有数人者,对其中一人所为之意思表示,对全体发生效力 第二十九条,受托人有数人者,对受益人因信托行为负担之债务负连带清常责任 其因处理信托事物负担债务者,一同 第三十一条,受托人因信托行为对受益人所负担之债务,仅于信托财产限度内负履行责任 第三十一条,受托人就个信托,应分别造具账簿,载明个信托事物处理之状况 受托人除应于接受信托时做成信托财产目录外,每年至少定期一次做成信托财产目录,并编制收支计算表,送交委托人及受益人 第三十二条,委托人或受益人得请求阅览,抄录或影印前条之文书,并得请求受托人说明信托事物之处理情形 厉害关系人于必要时,得请求阅览,抄录或影印前条之文书 第三十三条,受托人关于信托财产之占有,承计委托人占有之瑕疵 前项规定于以金钱,其他代替物或有价证券为己副标的之有价证券之占有,准用之 第三十四条,受托人不得以任何名义,享有信托利益 但与他人为共同受益人时,不在此限 第三十五条,受托人除有阻裂各款情形之意外,不得将信托财产转为自有财产,或于该信托财产上设定或取得权利 一,经受益人书面同意,并依试价取得者 二,由集中市场竞价取得者 三,有不得已是由经法院许可者 前项规定,于受托人因继承,合并或其他事由,概括承受信托财产上之权利时,不适用之 与此情形,并准用第十四条之规定 受托人违反第一项之规定,使用或处分信托财产者 委托人,受益人或其他受托人,除准用第二十三条规定外 并得请求将其所得之利益归于信托财产 于受托人有恶意者,应附加利息一并归入 前项请求权,自委托人或受益人之息之日起 二年间不行使而消灭 自四十发生时起于五年者,一同 第三十六条,受托人除信托刑为令有定定外 非经委托人及受益人之同意,不得辞任 但有不得已之事由时,得申请法院许可其辞任 受托人违背其职务或有其他重大事由时 法院得因委托人或受益人之声请将其解任 前二项情形,除信托刑为令有定定外 委托人得指定新受托人,如不能或不为指定者 法院得因利害关系人或检察官之声请选任新受托人 并为必要之处分 以此认知受托人于新受托人能接受信托事物前 仍有受托人之权利及义务 第三十七条,信托刑为定定对于受益权得 发行有价证券者,受托人得依有关法律之规定 发行有价证券 第三十八条,受托人细信托业或信托刑为定有给付报酬者 得请求报酬 约定之报酬 依当时之情形或因情事变根显示公平者 法院得因委托人,受托人,受益人或同一信托之 其他受托人之请求增减其数额 第三十九条,受托人就信托财产或处理信托事物所支出之税捐 费用或负担之债务,得以信托财产充之 前项费用,受托人有优先于无担保债权人受偿之权 第一项权利之行使不服信托目的时,不得为之 第四十条,信托财产不足清偿前条第一项之费用或债务 或受托人有前条第三项之情形时 受托人得向受益人请求补偿或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当之担保 但信托行为另有定定者,不在此限 信托行为定有受托人得先对受益人请求补偿或清偿所付之债务或要求提供担保者 从其锁定 前二项规定,于受益人抛弃其权利时,不是用之 第一项之请求全,因二年间不行使而消灭 第四十一条,受托人有第三十九条第一项或前条之权利者 于其权利未获满足前,得拒绝将信托财产交付受益人 第四十二条,受托人就信托财产或处理信托事物所受损害之补偿 准用前三条之规定 前项情形,受托人有过失实,准用民法第二百十七条规定 第四十三条,第三十九条第一项,第三项,第四十条及第四十一条之规定 于受托人得自信托财产收取报酬时,准用之 第四十一条规定,于受托人得向受益人请求报酬时,准用之 第四十四条,前五条锁定受托人之权利 受托人非履行第二十三条或第二十四条第三项锁定损害赔偿 回复原状或返还利益之义务,不得行使 第四十五条,受托人之任务,因受托人死亡,受破产,监护或辅助宣告而终了 其违法,其违法人者,经解善,破产宣告或撤销设立登记时,一同 第三十六条第三项之规定,于前项情形,准用之 新受托人于接任处理信托事物前,原受托人之计成人或其法定代理人,遗产管理人,破产管理人,监护人,辅助人或清算人应保管信托财产,并为信托事物之移交采取必要之措施 法人合并时,其合并后存续或令立之法人,一同 第四十六条,遗嘱指定之受托人拒绝或不能接受信托时,利害关系人或检察官得生请法院选认受托人 但以主令有定定者,不在此限 第四十七条,受托人变根时,信托财产事为于原受托人任务终了时,已转于新受托人 共同受托人中之一人任务终了时,信托财产规属于其他受托人 第四十八条,受托人变根时,由新受托人承受原受托人因信托行为对受益人所负担之债务 前向情形,原受托人应处理信托事物负担之债务,债权人亦得于新受托人即受知信托财产限度内,请求新受托人履行 新受托人对原受托人得行使第二十三条及第二十四条第三项锁定之权利 第一项之规定,于前条第二项之情形,准用之 第四十九条,对于信托财产之强制执行,于受托人变根时,债权人仍得依原执行名义,以新受托人为债务人,开始或续行强制执行 第五十条,受托人变根时,原受托人应就信托事物之处理作成结算书及报告书,连同信托财产会同受益人或信托监察人移交于新受托人 前项文书,连同信托财产托人承认托人承认时,原受托人就其记载事项,对受益人所负之责认识为解除 但原受托人有不正当行为者,不在此现 第五十一条,受托人变根时,原受托人为行使第三十九条 第四十二条或第四十三条锁定之权利,得留置信托财产,并得对新受托人就信托财产为请求 前项情形,新受托人提出与各个留置物价值相当之担保者,原受托人就该物之留置权消灭 第五章,信托监察人 第五十二条,受益人不特定,尚未存在或其他未保护受益人之利益认有必要时,法院得因厉害关系人或检察官之申请,选任一人或数人为信托监察人 但信托监察人为定有信托监察人或其选任方法者,从其所定 信托监察人得以自已名义,为受益人为有关信托之诉讼上或诉讼外之行为 受益人得请求信托监察人为前项之行为 第五十三条,未成年人,受监护或辅助宣告知人及破产人,不得为信托监察人 第五十四条,信托监察人执行职务,应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为之 第五十五条,信托监察人,有数人时,其职务之执行除法院令有指定或信托行为令有定定外,以过半数觉知 但就信托财产之保存行为得单独为之 第五十六条,法院因信托监察人之请求,得斟酌其职务之凡检及信托财产之状况,就信托财产着给相当报酬 但信托行为令有定定者,从其所定 第五十七条,信托监察人有正当事由时,得经指定获选任之人同意或法院之许可辞任 第五十八条,信托监察人待于执行其职务或有其他重大事由时,指定获选任之人得解任之 法院亦得因利害关系人或检察官之声请将其解任 第五十九条,信托监察人辞任或解任时,除信托行为令有定定外,指定获选任之人得选任新信托监察人 不能或不为选任者,法院亦得因利害关系人或检察官之声请选任之 信托监察人拒绝或不能接任时,准用前项规定 第六章,信托之监督 第六十条,信托除营业信托及公益信托外,由法院监督 法院得因利害关系人或检察官之声请违信托事物之检查,并选任检查人及命为其他必要之处分 第六十一条,受托人不遵守法院之命令或妨碍其检查者,处心台币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还 第七章,信托关系之消灭 第六十二条,信托关系,因信托行为所定是由发生,或因信托目的已完成或不能完成而消灭 第六十三条,信托利益全部由委托人享有者,委托人或其继承人得随时终止信托 前项委托人或其继承人于不利于受托人之时其终止信托者,应付损害赔偿责任 但有不得已知是由者,不在此限 第六十四条,信托利益非由委托人全部享有者,除信托行为令有定定外,委托人及受益人得随时共同终止信托 委托人及受益人于不利受托人之时其终止信托者,应付连代损害赔偿责任 但有不得已知是由者,不在此限 第六十五条,信托官细消灭时,信托财产之归属,除信托行为令有定定外,依左列顺续定之 一,享有全部信托利益之受益人 二,委托人或其继承人 第六十六条,信托官细消灭时,于受托人以转信托财产于前条归属权利人前,信托官细事为存续,以归属权利人事为受益人 第六十七条,第四十九条及第五十一条之规定,于信托财产因信托官细消灭而已转于受益人或其他归属权利人时,准用之 第六十八条,信托官细消灭时,受托人应就信托事物之处理做成结算书及报告书,并取得受益人,信托监察人或其他归属权利人之承认 第五十条第二项规定,于前项情形,准用之 第八章,公益信托 第六十九条,称公益信托者,为以慈善、文化、学术、技艺、宗教、祭祀或其他以公共利益为目的之信托 第七十条,公益信托之设立及其受托人,应经目的事业主管机关之许可 前项许可 前项许可知申请,由受托人为之 第七十一条,法人为增进公共利益,得经决议对外宣言自为委托人及受托人,并邀公众加入委委托人 前项信托对公众宣言前,应经目的事业主管机关许可 第一项信托关系所生之权利义务,依该法人之决议及宣言内容定之 第七十二条,公益信托由目的事业主管机关监督 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得随时检查信托事物及财产状况,必要时并得命受托人提供相当之担保或为其他处置 受托人应每年至少一次定期将信托事物处理情形及财务状况,送公益信托监察人审核后,报请主管机关合备并公告之 第七十三条,公益信托成立后发生信托行为当时不能预见之情事实,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得掺着信托本纸,便跟信托条款 第七十四条,公益信托之受托人非有正当理由,并经目的事业主管机关许可,不得辞任 第七十五条,公益信托英至信托监察人 第七十六条,第三十五条第一项第三款,第三十六条第二项,第三项,第四十五条第二项,第四十六条,第五十六条至第五十九条所定法院之权限,于公益信托由目的事业主管机关行之 但第三十六条第二项,第三项,第四十五条第二项及第四十六条所定之权限,目的事业主管机关亦得依职权为之 第七十七条,公益信托违反射利许可条件,监督命令或为其他有害公益之行为者,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得撤销其许可或为其他必要之处置 其无正当理由连续三年不为活动者,一同 目的事业主管机关为前项处分前,应通知委托人,信托监察人及受托人于线其内表示意见 但不能通知者,不在此线 第七十八条,公益信托,因目的事业主管机关撤销设立之许可而消灭 第七十九条,公益信托关系消灭,而无信托行为所定信托财产规属权利人时,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得为类四支目的 使信托关系存续,或使信托财产已转于有类四目的之公益法人或公益信托 第八十条,公益信托关系一第六十二条规定消灭者,受托人应于一个月内,将消灭之事由即年月日,向目的事业主管机关申报 第八十一条,公益信托关系消灭时,受托人应于一第六十八条第一项规定取得信托监察人承认后十五日内,向目的事业主管机关申报 第八十二条,公益信托之受托人有阻裂情势之一者,由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处新台币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还 一、账簿、财产目录或收之计算表有不实之记载 二、拒绝,妨碍或规避目的事业主管机关之检查 三、向目的事业主管机关为不实之申报或隐瞒四使 四、待于公告或为不实之公告 五、违反目的事业主管机关监督之命令 第八十三条,未经许可,不得使用公益信托之名称或使用一语使人误认为公益信托之文字 违反前项规定者,由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处新台币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还 第八十四条,公益信托除本章另有规定外,适用第二章至第七章之规定 第八十五条,公益信托之许可及监督办法,由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定之 第九章,负责 第八十六条,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本法中华民国九十八年十二月十五日修正之条文,自九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施行 第八年十五条,负责